包这个明星 人家明星有男朋友有导演 然后戴永哥就找人把他男朋友砍了很多刀 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 我就不说啥了 戴永哥这个孙子 人家那个明星还唱歌啥 他还去给人家什么拿摇摇棒送花 然后什么礼宾车警车开盗 都是他安排 号称东北黄金融 曾伟的马仔 然后就打到曾伟大乌春荣 那时候就是牛的 戴永哥就是地下主持部长 当时最核心的时候 就抢圣经的时候 是北大卫星和李友抢的卫星 就他俩抢的圣经银行 在最后一分钟的时候 卫星和李友去搞定了辽宁省委领导 最后的时候 一分钟曾伟出面 戴永哥抢走了